剛剛新聞裡面有看到大宇是戰歇了 所以也就推了短跑手陳傑一把 不過大宇卻是苦了射箭選手 因為射箭的團體賽 就是在大宇中決勝負的 最後是由國力體大相隔9年 再次包辦了男女雙金 連續命中黃色靶面 國力體大扭轉了戰局 在大運會射箭女子團體金牌戰 頒倒了上屆冠軍中華大學 他們自己很有信心 但是說一開始關亞軍的時候 會有一點緊張 但是我要安定他們的心理 叫他們說就是專心把每隻射出去就好了 國體大男子隊的表現不輸女同學 他們在延長賽 擊敗新成立的輔仁大學射箭隊 相隔9年國體大再次贏得射箭團體賽雙金 其實教練也會擔心選手等一下上去的時候 對環境適應會不會有影響 所以有請他們提早先到旁邊場地 去做一些準備 大宇不只擾亂射箭 還會影響選手射出的箭 加上現場泥泞的土地 干擾習慣的步伐 選手在上場前 不只做好心理準備 各項語句也要完備 才有辦法征服困難的天氣 射出理想的位置 UDN TV 甘邦捷 楊玉欣 雲林報導